BB和Ella说Selina非常坚强 还帮她们加油打气 这三个小女生青铜姐妹 出道十年不解散 只顺着三个人不同的性格 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BB刚刚出了个人专辑专心唱歌 Ella演了好几出偶像剧 收视率都是头十段的冠军 而Selina过去代班康熙 笑点十足 现在和哈林搭档主持中式的我猜 越来越有大奖之风 跟哈林一搭一唱 Selina担任改版后的 我猜节目主持人 不但收视率大要升 也让她在主持的领域里 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都没有水 就两个脚印是水 是这样子的 这是Selina出意外前最后一次录影 被音效吓到她满场跑 为节目制造了很棒的效果 其实Selina之前 就已经代班主持过许多节目 还练习高难度的拉拉队特技 你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 Selina要当主持人 我比较想要主持 你这件事是讲真的吗 是 就是我会觉得 我在SHG的这个过程中 就可以编主持 然后也许有一天 不能再继续组合下去 或不能再继续出唱片 然后我就可以专心的主持 因为我离开演艺圈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要把节目主持得好 也需要一些人生历练 多年前Selina代班康熙 她大喇喇直率的个性与言谈 让大师黄国伦哭笑不得 在你眼中黄国伦就是邪心嘛 对不对 就是现在就是啊 因为以前 你真的觉得 你不要因为我们邪心了吧 不是 这不是侮辱 就是以前就觉得老师就是音乐人啊 对 然后因为我在这圈 我都会很尊重那个音乐 你现在还是在窗口上 一再插同一把 可是老公也觉得你很好笑 他当然不是小X这么多年的经验 或者是在稀利度上面 也没小X这么强 可是那种无厘头 或者是那种让人家觉得 很随和的亲切感 这个在Selina是有的 当年美少女歌唱比赛第一名的Selina 如今在主持界也有了一席之地 而当年惨遭淘汰的Ella 则是以无厘头的个性 大方不作作的表情 进军戏剧圈 你们两个老佛爷 人对忍耐是有限度的 因为Ella本来就长得很漫画 动漫式的样子 对 所以比如说他嘟小嘴的样子 或者他扎眼睛的样子 你都会联想到 这是个动漫人物的表情 当我们一看他的那个 第一次看他戏剧演出 那个戏剧一播出 那个偶像剧一播出以后 大家觉得就眼睛为之一亮 这部由Ella 小小兵 以及严陈旭主演的偶像剧 播出后收视率是同时段冠军 其实早在2003年 Ella就演过《强威之恋》 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 现在应该就缺一个演技奖肯定了 假如能像风和雨 彼此有树里有亲密 我确定比较不会唱歌的是Ella吧 你不能这么说啦 就是如果要就深陷的表达 跟歌唱的丰富度 Selena跟Kibi都不错 爱情在折磨的故事别离 Ella其实一直被很刻意地 往戏剧那个方向去发展 那Selena往主持这一块比较多 那当然Kibi要有一个 所谓的路线给她 所以她变成第一个出个人专辑 我并不意外 今年9月 Hebe以本名田富珍发了个人专辑 当时许多人等着看市场接受度 毕竟向来三人情的SH1 现在只剩一人单打独斗 歌迷捧场吗 我们应该更坚强的存在 我们应该阻止世界变坏 本来想说她会唱的 应该还是一些青春活活 或梦跳的歌曲 可是她唱的都是一些 比较都市女性的 比如说寂寞的 内心的等待的煎熬的这一块 我觉得这一块反而 这一次她的呈现是相当成功的 出个人专辑的Hebe 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风采 唱起灵溪作词 陈小霞谱曲的歌 沉稳内敛也相当动人 确实在今年开始 是有在做单飞的打算了 像Hebe不是都自己出片了吗 这在SH来讲是首例 没有一个个人自己去发片 那Hebe已经创了这个例子了 所以我觉得她们 已经在做这个准备了 Hebe单飞出专辑叫好叫做 Ella演戏收视率红不让 Celena站稳了主持界 让人期待这三个小女生 还能有超乎众人想象的天空 你是你 你是我 你是唯一的生活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